高雄市有一位热爱肚皮舞的吴小姐 即使怀孕了 但还是固定的扭腰摆臀 不过你大概想不到 她已经怀孕九个月了 宝宝在下个月就要出生了 她还是大跳肚皮舞 不过呢 现在医生也提醒说 扭动呢 最好不要太过剧烈 穿上了亮眼美艳的服装 吴小姐扭腰摆臀 展现迷人的肚皮舞姿 但您是否已经注意到了 这位舞者和别人不大一样 就是她挺了个大肚子 吴小姐热爱肚皮舞 尽管怀孕初期 还是没有放弃舞蹈 但已经怀孕九个月了 下个月十二号就要临盆 她还是得来摇个两下子 因为每一首音乐 她都非常的熟悉 你就觉得那两个小时 她在里面就一直在动 好像感觉她也跟着在跳 我们就很开心这样子 不担心宝宝受了影响 反而觉得自己的身体像个摇篮 肚皮舞摇一摇 宝宝在她肚子里睡得更香甜 不过医师提醒 这样的动作并不适合 整个运气当中 我们还是会建议孕妇们 能保持有做一些适量 跟适当的一些运动 不过至于一些 比较剧烈一点的运动的话 原则上我们还是希望可以避免 五小姐即将当妈妈 尽管自己跳得很开心 不过一旁的舞者 也不禁为她那把冷汗 中文新闻 欧传陈胜义 高雄报道